很多新手不明白 Pervaxdp总线IO模块 通讯用博图怎么做 这个视频就告诉你 今天用这个300p2c 读写这个Pervaxdp总线IO模块 这个模块后面扩展了 开关量模块 模拟量模块 温度模块 第一步安装GSD文件 打开编程软件 在选项这里 找到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 找到GSD文件所在的路径 选择文件夹 勾选要安装的GSD文件 开始安装 第二步硬件组态 先添加一个新设备 添加一个315cpu 在设备与网络的视图中 添加MH的DP总线IO模块 添加一个Pervaxdp总线 地址改为1号站 设备特定参数改为可见 组态扩展模块 数字量8入8出 模拟量4入4出 模拟量8入输出 温度模块8AI 编写一秒亮面的程序 下载程序到PRC 监控一下 你看看 1号重担的输出在闪烁 再写一个累加的程序 给模拟量输出复值 来看看仪表的变化 这是温度传感器 接到这个模块上加热一下 来看看PRC这边也能监控到温度的变化 大白话讲公控一听就懂 关注我 学习更多公控知识